娱乐圈演员的走红,真是一门玄学 有的人手拿无数资源,拍了一辈子戏仍默默不闻 而有的人临时被导演拉来救场,却意外成就了经典 看完这些救场演员塑造的经典角色后 不少网友感叹,多谢原定的不演哲 一,知否刘林,我的父亲配想太妙 在知否中,除了赵丽颖,冯绍峰等主演外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大娘子王洛福 她在剧中蛮横又愚蠢的样子,贡献出了许多笑料 而大娘子的一些金剧,至今还在社交平台上流出 那时的刘林为演好这一角色,还增添了许多细节 让大娘子的形象生动了起来 可以说,知否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刘林所饰演的大娘子 然而,刚开始大娘子的选角,却是刘兹 2017年,刘兹在镜组拍戏的时候 还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但遗憾的是,刘兹在拍了几场戏后 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角色 为了不拖这部剧的后腿 刘兹在与导演商量后退出了拍摄 并向导演推荐了自己的同学刘林 她感觉这个角色和父母爱情中的德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刘林出演大娘子这一角色,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知否的导演立马将刘林请来救场 结果不出意外,刘林将大娘子的形象完美地塑造出来 而刘林也凭借这一角色顺利翻红 进而出演了多部热播剧 2.雍正王朝唐国强 雍正王朝被称为历史剧的天花板 全程高能,是不经典的好剧 其中,唐国强所饰演的雍正,更是让人拍手称赞 他将雍正早期的刚正,中期的无奈,登记后的赴黑 都完美地诠释了出来 然而,在开拍前,唐国强不是雍正的人选 而是八爷的人选 原本的人选是张峰义 但他却因要救场,紧急离开了 而他救场的电影,是知名导演陈凯歌所拍摄《金科刺秦王》 当时,《金科刺秦王》的男主突然辞演了 为了电影能够顺利拍下去 陈凯歌向张峰义抛出了橄榄枝 一边是国际性的大制作电影 一边是不知前途如何的电视剧 张峰义在经过多方考量后 最终选择了前往救场 而他一走,雍正的位置又空了出来 此时一开始就是奔着雍正来的唐国强 便向导演毛遂自荐了起来 然而,导演却认为 唐国强的气质有些儒雅 与雍正那种很利的性格有些不符 但是当唐国强扮上雍正的装造后 却让导演大吃一惊 唐国强无论是神态上 还是气质上 与他心目中的雍正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唐国强为了演好雍正这一角色 还做了许多的功课 时至今日 雍正王朝依旧是难以超越的全谋剧 如果当初张丰逸老师没有离开 不知道能不能让这部剧达到如此高度 三,大宅门和赛飞 大宅门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当年一经播出 就拿下了收拾冠军 直到如今 看过大宅门的观众 无不感叹这部剧拍得真好 但是这部剧 不论是剧本创作 还是准备开拍 都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其中当属杨九红的选角 着实是一波三折 导演郭宝昌原本想让蒋文莉出演杨九红 因为蒋文莉的形象 和这个角色的适配度很高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蒋文莉看过剧本后 却对性格倔强的白玉婷一见钟情 她婉拒杨九红这一角色 执意出演自己重义的角色 但是郭宝昌的心中不愿意放弃 想让蒋文莉的老公帮忙劝一劝 可蒋文莉就是认准了白玉婷 怎么劝都不想换 郭宝昌没有办法 只能另选其他的演员 正在郭宝昌焦头烂额之际 央视给她推荐了何赛飞 然而 郭宝昌却对何赛飞不太满意 她认为 何赛飞是典型的江南女子性格温婉 和性格刚烈的杨九红有些出入 但这个时候已经火烧没毛了 她只能让何赛飞先顶上 令郭宝昌没想到的是 何赛飞竟然将风情万种 而又疯疯癫癫的杨九红演活了 在这部剧播出之后 还有不少观众表示 何赛飞就是为杨九红而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 何赛飞在拍戏过程 也知道郭宝昌对她不满 在一次聚会中 何赛飞喝醉酒后 指着郭宝昌的鼻子说 只有我何赛飞 才能演杨九红 由此可见 何赛飞能将这个角色演成功 除了自身的演技过硬外 还离不开心中的一口气 四 《少年包青天周杰》 《少年包青天》一共有三部 虽然都很精彩 但是不少观众认为 最精彩的是周杰的那版 然而 第一部《包青天》刚开始请的演员 不是周杰 而是陆毅 甚至连这个角色 都是为陆毅量身打造的 可是那时的陆毅太火了 抽不出来档期来拍摄 就推掉了这部剧 后来 《少年包青天》的导演 又找到了吴奇隆 想要邀请他出演这一角色 但是吴奇隆却因为这个角色 要把全脸涂黑 直接拒绝了 导演兜兜转转找到了周杰 可是周杰这也不是很顺利 当时的周杰 凭借着环珠格格 火遍了大江南北 是琼瑶阿姨捧在手心上的男演员 琼瑶剧中的男演员 都是像小鲜肉那般 白白净净的 当他得知周杰要丑化自己的时候 十分反对 幸运的是 周杰在读完剧本后 十分喜欢包青天这个角色 他认为这个角色的可塑性很强 不过他人的反对出演了 事实证明 周杰的这一决定十分的正确 他将包青天的公正 心善 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人惊叹 这部剧的爆红 让陆毅有些后悔 他紧接着出演第二部的包青天 虽然陆毅演的也很不错 但是有周杰这个注意在前 他的包青天并不突出 5.大汉天子黄晓明 2001年 大汉天子一经播出 收视率就爆表了 刚出道的黄晓明 也凭借这部剧一炮而红 他不仅将汉武帝霸气的一面演了出来 还将其作为夫君温柔的一面也展示出来 甚至和陈道明 陈沙力等一众老戏骨标系的时候 黄晓明也毫不胆怯 顺利接住 这部剧爆火之后 大汉天子剧组又紧接着拍摄了第二部 第三部 而黄晓明也凭借着这一系列剧 成功跻身于一线小生的行列 但汉武帝刚开始的选角是陆毅 不是黄晓明 和少年包青天一样 陆毅因为档器移不开 只能无奈推掉 那时的导演组有找到陈坤 但陈坤也因为通告太满 分身乏术了 他将自己的同学黄晓明 推荐给了导演 黄晓明才接到了这个角色 当时的陆毅和黄晓明一样都是奶油小生 但不得不说 陆毅挑选剧本的眼光 真是有点堪忧啊 六 小人和画物缺羊血 你还记得小人和画物缺中那个心狠手辣的江玉燕吗 在这部剧中 江玉燕虽然长着一张楚楚可怜的脸 但是做启示的她却十分的狠毒 由于在拍摄过程中 江玉燕的扮演者杨雪表现得太过出色 导演就一直给她加戏 硬生生让江玉燕变成了女一号 最终将主角团杀得片甲不留 不少网友评价道 这个女人就是我童年的噩梦 杀了只剩电视剧名了 然而江玉燕原定的演员并不是杨雪 而是李小冉 因为档期冲突 李小冉没有接受剧组的邀请 也因此杨雪饰演的江玉燕成了经典 但可惜的是 杨雪在此之后 没有什么很出圈的作品 七 三十而已 童谣 2020年 三十而已 这部剧火遍了大江南北 其中 有着大女主气质的顾佳 更是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兴趣 而且顾佳的扮演者童谣 也凭这一角色拿下了白玉兰事后 童谣用自己的演技成全了顾佳 而顾佳也用收视率成就了童谣 但这双赢的结局 差一点都出现不了 其实刚开始选定的演员是童丽娅 那时的童丽娅比童谣有着更高的知名度 甚至在开拍前 童丽娅还出席了三十而已的发布会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不惧一官宣 就引起童丽娅粉丝的不满 那个时候 童丽娅 陈思诚离婚的消息 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他们不想让童丽娅 接这种被出轨的角色 甚至还有疯狂的粉丝 以托粉来威胁童丽娅放弃这个角色 或许是感受到了粉丝的可怕 童丽娅退出了拍摄 为了电视剧能够继续拍下去 导演找到了童谣前来救场 最终 童谣和三十而已剧组实现了双赢 当网友在得知这一事件后 纷纷表示童谣就是天选顾佳 小红靠捧 大红靠命 这句话一点都没说错 当我们在指责 有些演员演技不行 让观众没有代入感时 殊不知演技太好 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有的演员因为演的某个角色太火 以至于痛失本名 观众看见这张脸 想不起演员本身的名字 能叫出来的都是角色名 以下这八位 都是痛失本名的演员 各个可惜了 零妖王宁 老三 如果问你 2024年开年最火的流行语是什么 肯定大多数人都知道 你真是饿了 这句流行语来自电视剧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剧中王宁饰演一个年过40岁 没有结婚 且有事业的独立女性 这个人物同时也是复杂的 他渴望爱情 只不过 感情放错了地方 按常理来说 第三者通常是年轻漂亮的 但他饰演的第三者 既不年轻 也不漂亮 所以被观众戏称为老三 这种巨大的反差感 也给演员本身带来了困扰 很多观众从剧里 骂到剧外 甚至攻击演员本身的年龄和外貌 但凡是拥有正常人格的成年人 都不会上升到演员本身 王宁刚开始 接到这个角色时 也有过犹豫 但这个角色来之不易 自从生完孩子之后 找他的角色 大多是演母亲的 去年一整年 他只接了这一个工作 这个角色对他来说 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证明 骂他的人越多 越能证明他演得很好 这比演技拙劣 非要演戏的演员好多了 02李泽峰 徐焕山 只说演员名字 估计很少有人能和脸对应上 但要说渣男 徐焕山 大部分观众脑海里 都会浮现那张脸 在徐焕山之前 李泽峰还不是个渣男 也曾演过情深极许的角色 在那年花开月正缘中 他忠心又深情 一点看不出渣男的影子 第一次被观众熟知 是在《大暴剧亲爱的》 《热爱的》中 饰演男主角 韩商炎的老朋友 队长王浩 这个角色有能力 有责任心 还是个好父亲 但第二年 他就变成了渣男 在《三十而已》中 饰演了徐焕山 在有老婆 有孩子的情况下 在外年花惹草 因为坏得太出众 所以大众对这个角色 印象非常深刻 一时间 无数类似的角色 都找他来演 他本人因为这个 也十分困扰 在公开活动中表示 希望各位导演 不要再让他演这种出剧 离婚的角色了 他在这部剧之后 也演了几个纯粮的角色 但没有一个火起来的 这时 他才明白 渣男才是他的统治区 好巧不巧 他遇到了一个 更甚的角色 魏明 在电视剧《好事成双》中 他渣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如果说许幻山是18K渣男 那么魏明就是24K纯渣 许幻山在没有出轨之前 还是爱妻子爱孩子的 魏明可不一样 从一开始 就是骨子里的坏 两个角色 彻底让李泽峰 失去了本名 不得不说 他演的渣男 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 林三张月 林友友 伴随许幻山一起被骂的 还有第三者 林友友 张月是选秀出身 后来转型成演员 这是他的第一部上新剧 也是第一个 有点分量的角色 在演这个角色之前 他已经考虑到了 这个角色会被骂这个问题 但对于一个 极其无名的小演员来说 被骂也好过沉寂无名 所以他依然接下了这个角色 剧中的林友友 明知道对方有家事 还是费尽心机的贴上去 实在令人不耻 吃冰激凌凌场面 更是让很多观众作呕 由于剧中饰演的角色 太讨人厌 演员受到攻击 也是意料之中 张月在饰演之前 就考虑过这个角色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有些谩骂甚至波及了家人 这是让他无法忍受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 他关闭了社交平台的评论功能 此后 他就一直默默拍戏 希望能摘掉林友友的帽子 2022年 《新汉灿烂》播出 在关注男女主的同时 观众发现 林友友竟然也有出演 他在剧中饰演女主的好友万七七 直爽潇洒 敢爱敢恨 这个角色非常讨喜 张月凭借这个角色 终于不再摆脱了林友友 林四里采花 爱丽 很多00后 现在已经不知道爱丽这个角色了 想当年 这可是无数八十 90后的共同回忆 2011年 一部《回家》的诱惑播出 在全国上下引发热潮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 为所有恨执着的伤 主题曲一响 一招梦回品如 剧中爱丽这个角色 当年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作为女主的闺蜜 本应该一心向的朋友 她倒好 直接打上好友老公的主意 后来还把好朋友逼死了 纠战雀巢 成了新的女主人 爱丽很毒是真的很毒 美丽也是真的美丽 风情万种的长卷发 高挑的身材 踩着恨天高 因为这个角色 戏外的她也没少被骂 不过事实证明 她的演绎是成功的 即使在电视剧播出13年的今天 一提起这个角色 我们还能想起她的脸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这样被观众记住 总比被遗忘强 林武李嘉航 张亦达 爱情公寓最有种的男人 2009年 爱情公寓第一部播出 时至今日 原班人马的四季 都被反复观看 是很多观众的下饭神器 张亦达这个名字 是张伟的别称 来自于秦宇默 第一部四个男人 和胡亦菲互相恶作剧 这时候 亦菲的好友秦宇默突然出现 于是两人联手 整股四个男人 提前在口香堂中做了手脚 只要张伟吃下牙齿 就会垫色 且一星期洗不掉 在宇默的美人计 攻势下 张伟成功上钩 结果结账时 没带钱 为了计划不失败 宇默替他付了钱 张伟以为对方有意 于是上演了亦达情结 嘿 你的亦达 从此得名张亦达 除了这部剧之外 他还在《心还珠格格》中 演了尔康 但再多的角色 也比不过张亦达的热度 还是有很多观众一看见这张脸 就脱口而出 张亦达 06里东穴 果俊王 甄嬛传中爱而不得的云里 在2023年冬天以前 这个角色一直都不讨喜 他对甄嬛一见钟情 但奈何对方是自己的黄嫂 所以他也只能将这份感情 默默放在心里 直到甄嬛心思 前往甘露寺 他才终于有了机会 在观众看来 云里就是个典型的恋爱脑 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 这里说的不顾一切 并不是个褒译词 尤其是甄嬛回宫之后 他的深情 更是随时可能害死甄嬛 因此 很多观众都不太喜欢这个角色 45集甄嬛出宫 前往甘露寺 很多观众都直接跳到 55集西飞回宫 但让云里本人也没想到的是 在2023年冬天 他竟然平反了 一场大雪 寒冷刺骨 甄嬛的父母 被流放宁谷塔 千里之外的北国 和其寒冷 为了甄嬛安心 云里轻飘飘一句顺路 就跋山涉水去看他父母 这场大雪 让观众认识到了云里的深情 果郡王终于讨喜了 不得不说 李东学是幸运的 遇见了这个角色 然后被观众记住 即使观众记不住他的名字 但记住果郡王这个角色 对演员来说 已经是极其幸运了 07李明起 容嬷嬷 小时候看《还珠格格》的时候 觉得容嬷嬷是真狠 又是扎针 又是夹手指 听着美人一声声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简直讨厌死容嬷嬷了 剧中他阴狠的眼神 甚至一度成为童年阴影 但慢慢长大之后才知道 原来他扎的都不是好人 我们小时候都误会容嬷嬷了 现在已经87岁高龄的李明起 已经很少出现在影视剧中了 只偶尔在晚会中露个面 08黄梦吟 宿锦 说到第八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这些因为角色痛失本名的演员 大多都是演反派出圈的 看来真是反派一伙呀 黄梦吟也是因为饰演反派活起来的 他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饰演宿锦 宿锦本身身份尊贵 但在战争中被灭族 天地体恤 她是孤女 所以带回天庭抚养 宿锦从小对天族太子叶华情深义重 也一直以太子妃自居 但没想到有一天 叶华竟然带回一个凡人女子 当太子妃 当然 看过去的观众都知道 这位可不是凡人女子 而是青秋女帝白浅 只不过暂时失去了记忆法力 化身凡人宿素而已 宿锦将宿素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费尽心机要除掉宿素 这个过程 看得人不禁想冲进屏幕打她 所以 后来宿素恢复记忆 重新变回青秋女帝 去取宿锦的眼睛时 那叫一个大快人心 这些角色火 而本身不火的演员 除了这些爆火的角色外 几乎没有别的角色 所以这些角色 对他们来说 既是一种限制 也是一种机会 这些角色外 在外面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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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这些角色外 也准备了